桌上的數據,甚至比四核心還來得快 然後它的價錢又這麼低 然後我實際上拿到這支手機,哇,真的質感 質感真的 超乎 超過它的售價太多太多了 所以難怪會這麼便宜 照相功能也還蠻強的,速度上面很流暢 我買兩G版的,哇,真的超超,太超值了 所以現在的手機,現在真的是 就是 算是怎樣,算是幾乎 太殺了,那像那個 同學買的那一支應該是在這邊,不是這一支吧,應該是真八盒這支 32是不是 這一支,5888 不過我剛剛點進去看 瘦丸補貨中 這是好像是紅海的吧,對不對 8核心的 哇,那個是 那個應該是聯發科的CPU 8核心的,RAM的話2G ROM的話8G,這可以插卡吧 也可以插卡,不然的話,沒辦法插卡的話,可能 稍微,然後應該是雙卡雙待,現在都好像雙卡雙待 所以你可以有兩個 兩個S,就是那個電話卡 兩個電話都可以,都可以使用 啊 很耗電 那就 那 而且像這種一般都沒辦法換鋰電池,都要用行動電源 而且他那個螢幕是幾吋的,5.5吋 哇塞 感覺 很恐怖的大 所以這麼大一支手機 5.5吋 相對的,他當然那個耗電量會蠻高的 所以你會發現,像這樣的價錢 配上這樣的規格 真的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智慧手機 簡直是,已經是,真的是紅海了 不是那個紅海啦 紅色的紅,紅海已經砂到已經真的是太砂了 可以發現這大概去年或前年要大概一兩兩萬多塊的 價錢的 規格,現在已經這麼便宜了 所以 應該硬體應該已經賺不太到錢 這麼砂,你說這什麼都給你的 才給你要這麼一點點價錢 那你還賺什麼 好,所以我看那個小廠應該也沒升 以前山寨機大概就這樣的價錢 有沒有,山寨機的價錢 可是現在的話 OK 這個是,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我們剛剛的那個QR Code 那上禮拜的部分,我們再來看一下,基本上我們請各位把上個禮拜,其實 上個禮拜的 這是 不是這個嗎 選錯了 是 那 特別,啊我有講過嘛 其實在 就是 App目前 怎麼樣去存資料 其實不外乎,最簡單的資料要放哪裡了 不外乎就是放在